Darick,星期三的正程,我們就預告過了 行政長官梁振英會在他們的答問大會上反擊拉布的議員 接近行政長官身邊的人透露 梁振英本身的計劃就是如果拉布三子在答問大會期間 再次釘東西又或者是搗亂的話 梁振英會率領全體官員集體離場抗議 主動腰斬答問大會 據聞梁振英覺得這樣做可以令自己名流青史 以往的答問大會 其實拉布三子在頭半小時通常都已經發爛離場 但這次離期那麼克制 一個小時都乖乖坐在會議廳 梁國雄更加在早期的時候都不在會議廳 其後才施施然帶著一個巨型的誠實豆沙包進入會議廳 還將部分的示威物品交給陳偉業 今次答問大會的節奏比平時慢了 正當大家以為會平淡結束的時候 原來長毛梁振英打算禁制問問題 於是傳了張紙紙給曾鈺誠問這次有沒有機會問 曾鈺誠也是覆了他 說機會不大 這張曾鈺誠的紙紙其實變相做了一個提示 三人拉布三子隨即立即發爛 即是在圈挖和示威 當時距離答問大會完結的時間還有20分鐘左右 梁振英都未來得及抗議 主席曾鈺誠已經將未訂東西的梁國雄都趕來會議廳 但梁國雄就不肯走 令到曾鈺誠要宣佈暫停會議 所以決定拉隊離場的這個計劃又要再等一會兒 答問大會開開中間要暫停 其實以前是試過的 前任的行政長官曾鈺誠 就會通常在暫停會議期間 就會回去休息室 等復會的時候才出來 但梁振英的處理方法就不一樣了 今次繼續留在會議廳裡 跟建制派議員和官員聊天 有時也會坐下來改發言稿 會議暫停了15分鐘後就復會 但梁國雄繼續不復他的裁決 最終曾鈺誠宣佈散會 梁振英連再次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原本是想拉隊離場的這個場面 最終變成被動地散場 消息指梁振英本身的計劃 就是打算拉隊離場後 翻回自己的主場 再跟全體官員開記者會 譴責議員的行為 但現在離場抗議這支歌 其實已經唱不響了 所以梁振英選了去立法會的走廊外 宣讀譴責聲明 還要不時偷看貓子 特首辦的人估計 梁振英的廣告 原本是他在會議廳裡的譴責聲明 應該都是梁振英利用15分鐘的休息時間 匆匆改了一些 連站台的局長也不多齊人 還遇上黃毓民在後面叫口號 所以這個記者會也匆匆散場 梁振英本身的計劃 希望自己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個 在達問大會中途離場的行政長官 誰知陰差陽錯 最後變成曾鈺成成為第一個 宣布腰斬達問大會的立法會臂席 梁振英這次沒有辦法創造歷史 成為首個離開會議廳的行政長官 在政治舞台上 人人都想有個角色 不過即使你自己寫好了劇本 由自己擔當主角 最終如果有人爭氣做的話 可能都會變成大的Kerlefe 在行政立法關係緊張之下 政府怎樣舉報違奸 今次都可以說可見一班 請先嗎 請您 á 誇張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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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